树上有十只鸟 猎人开枪 打死了一只 树上还剩几只鸟呢 是无声手枪 还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 不是无声手枪 也不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 那枪是有多枪 大概有80到100分贝 那就是说会震了耳朵 那你打鸟不犯法吗 不犯法 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了吗 我确定 拜托 你只需要告诉我还剩几只鸟就行了 OK OK 鸟里有没有名字 没有 其中有没有那种智力有问题的 就像那种青岛枪声都不知道飞走的那种鸟 没有 它们的智商都在200以上 有没有 有没有患在农室里 没有 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鸟 没有 身体都倍儿棒呢 算不算怀疑肚子里的小鸟 它都是疯的 都不可能怀孕吗 我咦 绝对不可能 大鸟飞有没有眼花 你确定是十只吗 没有 就真的是十只鸟 有没有傻到无怕死的 哈哈哈 他们都怕死 有没有是情侣的 哈哈哈 一方被打重 一方主动陪着性情的 哈哈 笨蛋 之前不是告诉你都是疯的吗 同性不可以相爱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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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十只鸟的性取向都很正常 会不会一射二鸟呢 哈哈哈 不会 会不会一枪打三呢 哈哈哈 不会 四呢 哈哈哈 哈哈哈 干不坏 你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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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遍 一枪全拿一枝 哈哈哈 十只鸟都是自由飞行的吗 他们听到强声 金光是错的起飞的时候 火箱碰上会不会撞到了一起 哈哈哈 不会 他们都是自由活动的 如果你的话没有骗人的话 达斯的鸟如果没掉下去 挂在了树长树上还有一只 如果掉下去的树上就一只不剩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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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没有不少钱了 去当教育听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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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